今天造成三人不幸 疑難 臺北市政府今天下午舉辦說明會 不過市長柯文哲 就在同一時間去拜訪市議員 面對議員批評市府的螺絲 是不是鬆了 柯文哲說 螺絲沒有鬆 預計明天的公開行程 將會親自說明 內湖不合法養護所火災 來奪走三條人命 北市府說明會僅由副市長 黃珊珊帶打 市長柯文哲 則是匆匆忙忙趕到市議會 向議員說明新會期的預算 優先法案的重要性 似乎超越重大公安事件 而從前櫃KTV大火 京華城坍塌工人遭活埋死亡 內湖公車衝撞行人一死一傷 到養護所火警 第一時間多半不見柯文哲 強調市政運作依然上井發條 柯文哲也準備在24號接受媒體聯訪 預料公共安全會是最熱話題 華視新聞 張志勤 彭冠霖特別報導